新能源车不管是充电的钱还是保养的钱 都比油车要少得多 但凡事都不绝对的 今天要讲的这三笔花销 有可能新能源车反而是更废的 那第一个就是轮胎 现在有些新能源的车子 配的是专用的EV轮胎 价格不便宜的 举个例子 215-55 27 米其林 0月 每条1285块钱 比同尺寸的号月4还贵100多 马牌235 48 28 e-contact 每条1779块钱 比同尺寸的MC6也贵了150左右 也有些新能源车子 虽然没有专用的这个EV轮胎 也配了比同级别燃油车更好的轮胎 你比如说什么米其林的PS4 贝奈利的P0 马牌的MC6等等型号 基本上是家用车里面的 所谓的那个顶配了 最好的那一档了 那凯瑞赛茨咨询 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他把19款中型新能源轿车 根据轮胎配置细分了35个规格 其中大载率最高的是米其林 占比28% 接近三成 其次是贝奈利固特义等等品牌 简单讲 新能源车子用的轮胎 一般都要用大牌了 不管你是什么合资的 还是自主的 都是不便宜 都是大牌 那之所以要用更贵的轮胎 主要还是新能源车 对轮胎的要求更高 你比如说更耐磨 或者说降噪性要更好 抓地力要更好 滚动阻力要更好 来增加续航的对吧 那耐磨这一项来说好了 新能源车它有电池 电池它有重量 很重的 像电动版的这种长安易动 整倍质量直接比燃油版重了 345公斤 快700斤了 车子更重 对轮胎的磨损 是不是也更严重 美国独立测试机构 Emission Analytics有个研究的 车子每增加500公斤 轮胎的磨损率 就会增加20% 所以说新能源车子的轮胎 要专门设计 就是这个道理 那如果我们图个便宜 换成个普通轮胎装上去 那寿命和体验要打折扣了 在油车上能开10万公里的 新能源车上 有可能8万公里 6万公里轮胎就得换新的了 那除了轮胎的价格会更贵 新能源车发生事故后的维修费用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 相对还高一点 平时的这些小挂小秤 新能源车上的各种传感器 很容易受损的 长安生兰SL03 它可以选装到27个传感器 传感器不装在内饰里面 装外面吧 对吧 理想L9 整车有超过25个视觉传感器的 很多什么摄像头 雷达 你瞧一瞧看一看 它不光是装在外面 它而且就装在前后保险杠 车灯附近 出事故的时候 很容易指一趁 换个保险杠没事 上面那个摄像头又坏掉了 这换起来就不便宜了 北京日报的记者 在2022年做过了一个小调查 小喷屁股 它光一个激光雷达 原厂价格就超过8000块钱了 特斯拉Model 3 单个摄像头的配件 937块钱 算上工时 一切也跑不了 余阳发表在期刊 《保险理论业实践》上面 也有篇论文的 基于RCAR碰撞实验分析 新能源汽车维修经济性 及保险风险里面 它做了一个对比实验 测试车型是上汽荣威 ERX5和RX5 一个新能源 一个油车 在低速正面碰撞下 新能源的ERX5 要更换26个配件 更换配件的总分 有超过16000块钱 比RX5贵了2000块钱左右 新能源有很多专用件的 而且有些零件 它是不支持单独更换的 你比如说充电口支架 它就不单卖 更换的时候 你要把快充插口和高压限速 仪器换掉才行 这就好比家里 水龙头那个垫片坏掉了 本来我们换个垫片 不就好了 师傅说垫片没的 你要么就整个买个新的水龙头 价格不就是一下子就上去了 最后就是 新能源车子的保险费用 一般也是要比油车高一点的 以前我们视频里面 也是提到过的 新能源车子的单军保费 比燃油车高21% 而且在2021年底 新能源车子专属保险出来之后 整车保费也是有个小幅波动的 25万以下的车子变化 有可能不太明显 25万以上 这涨幅就明显了 上海证券报曾经也报道过 新能源车险 专属条款出台之后 特斯拉保费平均上涨幅度 10%左右 小鹏的涨幅 在2.9%到18.2% 这个区间 那么之所以 新能源车子保费贵 一个原因就前面说的 修车更贵 另外一个就是 新能源车的赔付率 也相对比较高 郭秀平 冯峰发表 在期刊《理财》上面 有篇论文的 新能源汽车保险发展的 现状里面讲 这近年来 新能源车险赔付面临 比较大的压力 目前新能源车险的赔付率 平均接近85% 而燃油车的赔付率 在2020年以前 都在55%左右 这个差距相当之大了 说简单点就是 保险公司觉得 新能源车子 你出事故的风险 或者说是概率 它是更大的 事故后赔偿费用 也会更高 那么想要维持 原来的利润水平 那只有提高保费 这一条路了 而且如果是燃油车的话 很多车主 开个六七年之后 小客小朋友 无所谓了 让他去吧 好了 自己弄弄也便宜 不买车存险 或者不报保险的 那挺多 每年还能省个 一两千块钱 但是新能源车 你想要不买车存险 就比较难抉择了 就算你开了六七年 你碰坏了一个激光雷达 它可是按新车价格算的 还不是照样要八九千块钱 保费上面想要省 这有难度了 对不对 你喷一下 你两年保费都回来了 所以总的来说 只看电费 新能源车 肯定比油车便宜不止一点 但是甘蔗没有两头田 新能源车 在轮胎 维修 保险这三个方面的费用 有可能是比油车 还要更大的 那么各位朋友 如果打算买新能源车 计算平均开销的时候 对我们刚才说的 这几方面的费用 要一个心理预期 因为有时候 不就是没拍照吗 你的心中有个数比较好